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我是小杨 华尔街科技是专注于关注科技界的各类消息和资讯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在过去12个月 Uber 出行服务部门的交易额为300亿美元 日均交易额环比增长9% 与此同时 其快递服务部门的交易额也创下新高 在过去12个月的交易额达到520亿美元 同比增长150% 有目共睹 在疫情期间 Uber 的网约车业务遭遇沉重打击 但外卖业务表现强劲 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2020年的亏损 Uber 今日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一份文件中称 随着美国疫苗接种率的提高 消费者对出行的需求迅速恢复 并出现了司机紧缺的局面 同样外卖业务也是如此 为了解决该问题 Uber 上周已经宣布将斥资2.5亿美元实施 一项一次性的激励计划 旨在让司机重新上路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无论你身处世界何方 城市也好 乡村也罢 快速稳定的网络连接已是指日可待 而且从太空而来 星链的服务凭借数百颗卫星 以及堪比美国宽带的网速 让普通人即便身处荒野也能继续工作 目前还不清楚 星链今后向数百万用户提供的网速如何 眼下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 有超过1万人参加了该公司的测试 未来用户的网速或许远远赶不上测试期间的网速 具体快慢将取决于SpaceX今后的用户数量 即便星链和不甘落后的竞争对手的表现 与广告宣传无异 他们的生存依然面临着许多潜在的挑战 更不必说实现盈利了 共享无限频谱的难题 太空垃圾等都期待解决 除了星链之外 至少还有三家公司杀入了卫星互联网领域 这些公司不仅极为重视这项业务的发展 而且实力雄厚 他们分别是亚马逊 OneWeb 以及在业内打拼已久的Teleset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估计用不了多久 无论你深处世界何地 只要天气状况良好 传输速度快 信号稳定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就会变得像手机信号一样 稀松平常 而且费用可能也不会太高 星链目前收取499美元的预付款 每月服务费99美元 卫星上网还有望迷合乡村与城镇之间的数字鸿沟 它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不仅对美国如此 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是一样 它还会鼓励人们尝试 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电缆和光纤式网络 除此之外 大量家庭在挑选网络服务供应商同时 也可以不再受地理位置的约束 选择面变得更广 这也意味着 传统电信企业可能因此面临用户收入 乃至企业价值的流失 新链不像传统网络服务提供商那样 会负责安装硬件 它需要用户自己动手 但整个过程根据用户来评论说 是简单极了 用户需要先把披萨大小的 叠形天线连接到一并提供的路由器上 接通电源 接下来再按照手机上新链的 应用程序操作就可以了 由于天空中不能有任何遮挡物 也不能有玄垂的树枝 因此用户需要把天线固定在屋顶上 或者家庭周围空旷的地方 以及把天线上负责传输数据和电力的 电缆接入家中 这可能是整个安装过程中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再体验一次这样的经历 那只有排队了 新链的等候名单 目前已经排到了一年以后 测试用户们的上网体验 离不开新链母公司发射的大约1000颗卫星 在围绕地球旋转的所有活跃卫星中 约有三分之一都是SpaceX的卫星 而这仅仅也只是个开始 新链目前已经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批准 今后还将发射1.2万颗卫星 不过前方还有很多困难 等着星链和竞争对手去解决 其中就包括利用无线平谱卫星向地球传输数据的权利 SpaceX和另一家卫星通信公司认为 他们应该对美国的特定无线频段 享有优先使用权 而有人则指出 这也许意味着今后 当这些公司或是未来竞争对手的卫星 探测到可能的干扰时 他们将不得不调整传输方式 此外太空垃圾导致偏离轨道的卫星发生连环相撞 也是一个隐忧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 欧基飞 经营着一家名为OPT Industry的公司 该公司一直在与医院合作为新冠病毒测试 提供一种新型的鼻视子 这些医疗器械是利用3D打印系统 利用研究员欧基飞在麻省理工学院时 开发的超薄类似头发的结构制作的 棉签具有微小的编制网络可以比传统棉签吸收和释放更多液体 OPT Industry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分支 利用连续制造的方法 使其能够根据需要扩大3D打印生产规模 迄今为止 该公司已经向一些医疗保健和家庭测试机构 提供了超过80万只这样的用签 它的生产帮助克服了 威胁检测机构运营能力的医疗器械短缺的问题 自从开始帮助生产新冠病毒检测产品以来 OPT公司的生产和分销能力曾被增长 并与包括凯撒在内的大型医疗机构合作 该公司还在开发其他产品 这些产品可以从其使用的设计流程中受益 在麻省理工学院时 欧基飞创造和设计了3D打印复杂微结构的新方法 它的团队参与的工作 要求其自行创造3D打印机 创建设计软件 并开发特殊的聚合物以满足耐用性和分辨率的要求 欧基飞为他的公司获得了MIT Sandbox和E14基金的支持 同时他也感谢MIT工业联络计划帮助他获得了行业联系 自从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之后 这位研究人员提高了他的3D打印机器的吞吐量 以实现连续打印 并使公司能够专注于创造灵活的纺织类材料 OPT创建的棉签可以容纳20倍的细菌数量进行测试 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更多的标本会增加测试的灵敏度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根据德克萨斯一宗反垄断诉讼中提交的法庭文件 Alphabet旗下的谷歌多年来运营着一个秘密计划 据称该计划使用该公司数字广告交易平台过去的竞价数据 令谷歌自身的广告购买系统获得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这个被称为博南克计划的项目并没有向通过谷歌广告购买系统销售广告位的出版商披露 这些文件也显示 这个计划每年为谷歌带来了数亿美元的收入 德克萨斯州监管机构在其诉讼中称 该计划给谷歌带来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德克萨斯州牵头的这起反垄断诉讼是去年12月份发起 指控这家搜索公司构成数字广告垄断 侵害了广告行业竞争对手及出版商的利益 上周提交的这些文件是谷歌对这起诉讼做出的初步应对措施之一 华尔街日报看到了上周提交的这份文件 在上传到法院的公开被审案件的目录时 这份文件未经适当编辑 而一位联邦法官让谷歌重新密封提交 专注于反垄断内容的新闻机构 AMLEX早些时候披露了该文件中一些未经编辑的内容 德克萨斯州指控谷歌利用其对出版商 广告服务器数据的访问权 引导广告客户提交相应出价以锁定广告位 90%以上的大型出版商都通过了这些广告服务器 使用谷歌的平台出售其数字广告位 德州也指控谷歌使用竞价信息的行为 构成了数字广告市场内幕交易 该州还称 由于之前拥有其他广告 买家愿意给出价位的独家信息 谷歌与竞争对手的广告购买工具可能存在 不公平竞争 旧中标广告位向出版商支付的对价也相对较低 未经编辑的文件还显示 德州宣称 伯南克计划是这项工作的关键内容 谷歌在回应时也承认了伯南克计划的存在 并在文件中表示 伯南克计划的运作细节没有向出版商披露 谷歌在文件中也否认利用掌握的独家信息 为竞产服务的做法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并称这种做法与其他购买工具维权的数据类似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冰岛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之后 当地的呼吸道疾病明显增加 这一发现可能对为保护生活在火火山附近的 全球8亿人的健康而采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而事实上就在上个月 冰岛的法格拉达尔斯菲亚尔山 发生了800多年来首次同类型的火山爆发 熔岩从裂缝中喷影而出 这项新的研究由利兹大学和冰岛大学领导 他们研究了2014至2015年 胡勒汗熔岩喷发造成的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研究也显示 在接触到从气体到细颗粒的化学变化的排放物之后 冰岛的呼吸道疾病事件上升了四分之一 哮喘药物配药的发生率上升了五分之一 4月份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决策当局 需要为火山爆发后立即出现的排放物 及所谓的成熟雨流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做好准备 胡勒汗火山爆发是过去200年来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 它释放出1100万吨二氧化硫 这些二氧化硫在冰岛和大西洋向欧洲扩散 在长达6个月的喷发之中 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的居民 尽管居住在距离喷发地点250公里的地方 却多次暴露在幼年和成熟的雨流之中 在2017年发表的研究中 科学家们追溯了火山雨流化学成分的演变过程 他们发现火山雨流曾被气流卷向英国和欧洲大陆 然后再绕回冰岛的城市和城镇 在这个过程中雨流的成分随着在大气中的滞流而成熟 这意味着火山二氧化硫已经转化为颗粒 在成熟的雨流中发现的这些细小颗粒非常小 它可以穿透到肺部的深处 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 例如家具哮喘发作 在返回的雨流中 由于二氧化硫含量随着气体转化为颗粒而降低 因此浓度在欧盟委员会空气标准范围内 因此冰岛没有对返回的雨流发出健康预警信息 根据估计 短期和长期接触这类来自人为和自然的细小颗粒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300多万人过早死亡 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环境健康风险 新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大气中残留的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 以及对监测火山活动排放的影响 他们指出火山爆发之后 全球需要对健康风险评估和人口安全管理 研究人员建议政府在今后全球范围内 对火山空气污染采取的对策 既要考虑到最初的火山爆发对健康造成的影响 也要考虑到返回的雨流对健康的额外威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